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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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往日的景象立在目 夜晚坐在祖屋里的珊珊望着窗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珊珊此次回乡 除了奶奶去世的原因外 更因为她在香港生意失利 情感受缩 还和妹妹有遗产纠纷 她也是趁机回来三星的 第二天去县里领奖的阿珍回来了 珊珊和小时候一样从背后瞒住阿珍的眼睛 一别数十年 珊珊依旧光鲜亮丽 阿珍外貌不及她 转而用她的教育成果证明自己 后阿珍带着珊珊来到家中 两人聊起近些年各自的状况 珊珊对外人说是回来奔丧的 但对着阿珍 她坦白自己是为了避开妹妹才回来的 吃饭的时间到了 在饭桌上 珊珊给阿珍不想吃饭的女儿一袋零食 女儿表示很好吃 女儿的表态让阿珍不悦 孝松看出来了 马上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踢闺女 直到这时 珊珊 孝松和阿珍 三人的关系微妙才表现了出来 孝松和珊珊因为早年关系亲密 两人至今还保有若有若无的情愫 已经身为干部的阿珍 不想在珊珊面前落了下风 努力表现自己强势的一面 这些感情都是隐蔽的 暗藏着的 谁都没有挑明 谁也不想 也不敢戳穿 这份情甜淡含蓄 像娟娟系刘般难以名状 有种悉情空尘网 惆怅相思耻慕的感觉 之后珊珊提出想带状元聪的孩子们 去广州见见世面 作为校长的阿珍同意 可这件事光有阿珍的同意还不行 状元聪的队长中枢反对 阿珍无奈传达给珊珊 在这件事上 珊珊作为来自资本主义世界 香港的独立女性 和改革开放不久 官僚期未退的明令禁止 两者之间爆发了短暂微小的冲突 夜晚珊珊邀阿珍和自己一起睡 两人像是回到童年时候一样 卸下包袱开始畅聊 阿珍问珊珊的情感现状 珊珊说一个人挺好 她压根就没有结婚打算 又一天 庄元聪母家的两位太公 从澳洲回来 他们生于光绪年间 15岁跟着家人出国 如今两个人都有一百多岁了 此次回乡也是为了落叶归根的 珊珊和他们在村里的大树下相遇 庄元聪的几代人 都是在这棵树下玩耍成长 三人聊了一会儿 两位太公回到住处 这时从香港来的庄伯找到他们 庄伯的子女又给他写信了 但内容全是英文 庄伯看不懂 只好让两位太公帮忙翻译 书信阅读完毕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 太公指着远处海面上竹牌 对庄伯说 我们的上一代 就是做着那种竹牌去澳洲的 回乡的生活就是这样 平平淡淡的 却又在前一幕话中 影响着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又一天 珊珊给阿珍孝松 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 后孝松去了田里干活 他们两人留在学校 天空忽然下起了雨 他们躲进学校的教室里 躲雨时候 阿珍了解到 这些年珊珊遇人不熟 感情不顺 早不想感情的事了 知道了这些情况 阿珍也不吝啬 她让丈夫去开导珊珊 孝松答应 这天孝松在田里干活 珊珊在水田的另一头 和她有一搭 没一搭的说着 忽然孝松站了起来 她严肃认真的 对珊珊说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直了 不过珊珊没有回应 反而是带着孝松去了县里 她在这里给孝松买了双雨鞋 终于庄元聪的中书同意 让阿珍和珊珊 带着孩子们去广州见见世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广州大城市的繁华景象 让孩子们惊诧不已 完了好一阵后 孩子们由带队老师领去了宿舍 阿珍来到珊珊居住的 白天游宾馆 珊珊点起一根烟 非常放松地躺在床上 到时阿珍手足无措 她想回去看看学生 珊珊起身留下了阿珍 这都忙活一天了 她让阿珍洗个澡放松一下 待阿珍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看到珊珊只穿着丝袜坐在椅子上 她有些吃惊 珊珊上前给阿珍化妆 两人又聊起情感方面的事情 珊珊埋怨阿珍 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孝松 她说自己不是让男人挑的 不需要男人安慰 而在阿珍看来 他们三个是青梅竹马的 也没有什么 但珊珊的说辞让阿珍不满 两人为此话赶话 闹得很不愉快 阿珍回去学生的住处 不过第二天他们也就和好了 广州之行结束 众人离开路面宽阔 车水骂龙 还有交通警指挥的大城市 回到了状元村 这晚阿珍一家在吃饭 忽然阁楼上的箱子被蛇顶了一下 掉落在饭桌上 而箱子里放着的 正是珊珊买给孝松的雨鞋 阿珍故意问孝松 雨鞋是从哪来的 孝松不想阿珍多心胡乱的鞭 但都被轻易的揭破 到最后孝松索心不说话了 阿珍看着孝松沉默不语 家庭矛盾瞬间爆发 不过夫妻两个也都知道 是自己是性子 他们两个闹了没一会儿 也就停了 这晚珊珊睡不着从床上爬起 她隐约听到有人磨豆腐的声音 那个人正是奶奶 珊珊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 她很调皮的不停的往沫爬里加水 后她又拿起奶奶的烟抽 被老人家教训了 但这一切不过是珊珊想出来的 是时候回香港了 珊珊去和两个正在成年太空告别 他们告诉珊珊 记得以后常常回来 香港很近的嘛 珊珊鞠躬离开 之后珊珊又来到奶奶的坟前 烧纸前七百 她点起一根烟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该做的都做完了 珊珊抵达码头 来送她的阿珊说 天气暖和 孝松要抢插不能来了 分别的时刻 阿珊对珊珊说 你很忙 我们要是再见面 大概又要过十年以后 珊珊略带调侃的笑着说 我明年就回来了 两个人站在渡口说了很多 珊珊解下博藏的围巾给阿珊带 终于他们还是没能压抑住情绪 两个人都哭了 珊珊转身跑上渡船 影片最后的镜头 给了汪洋的海面 在一首儿歌和 十进十元的海浪身中 一个划着竹牌的背影 还万出现 随后是演制人员表 和导演延浩写的一段话 电影到此结束 《四水流年》于1984年 公营不久后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 香港人开始关注香港的前途 而在第四节 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本片提名多达11个奖项 最终拿下6个大奖 《四星高娃》也凭借本片 成为第一个在香港获奖的 大陆演员 同时因为政治原因 本片的多位幕后人员 使用了假名 比如最佳美术指导 获奖者张淑萍的奖 是由张淑萍上台带领的 现在说来 这好似一个玩笑的故事 在当年 或多或少 都是心酸惧怕的往事 怕 怎么能不怕呢 就像片中 庄博拿着英文信 让珊珊翻译给她的时候 说的那句 平时怕惯了 孩子小的时候 怕他们失业 没钱 等孩子长大了 又怕他们嫌弃自己 没本事 现在孩子们离开身边 又怕他们出事 一怕就是几十年 一怕就是一辈子 所以有的时候 形式主义的东西 还是要搞一搞的 至少是个宽慰 准确的说 《似水流年》 是一部 言有劲 异无穷的电影 片中卷影着的 山河乡土情 对我们来说 是琉璃飘散在 田木间的乡愁 而对鄙视的香港人来说 可能更多是矛盾和复杂 光绪年间的晚童回来 是为了落叶归根 而他们的注定回来 又将迎来什么归宿呢 当然 以上是本片经过 时间沉淀后 我们延伸日后的事情 对他做出的评价 而导演延浩说 《似水流年》 剔除了电影的城市化 是一组经过 小星组合的生活片段 因为生活只有展示 没有说交 影片最后 山沉离开 他早已不是 积履香港的游子 而是短暂停留在 朝战的过客 人连顾香水 万里送行中 他曾经带着你远去 又带着你回来 今天你又要走 他还是没有 愿意的送你 相信珊珊 一年后还是会回来的 就像你 每年都会回去家乡那样 欢迎大家订阅 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